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工程圖的範本篇 今天所要教大家的就是要怎麼入門去自訂一個工程圖的範本 因為我們如果在畫工程圖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會有一個自訂的圖框 然後把裡面的數字丟進來做我們的工程圖 這時候我們工程圖每一張工程圖在裡面所連結的一些名稱 或是一些文字敘述可能會不一樣 那這時候我們如果是用手動一個一個去打的話 就是非常的辛苦的 那這裡就是教導各位說我們如何運用零件裡面的屬性 來連結的工程圖 所以我們在輸入這些 假設是料號材質或品名 並不是在工程圖裡面去做設定的 而是在零件的時候就設定好了 我們進工程圖之後它會直接的套用進來 那主要是以這種方式來教導各位 那要怎麼做我們等一下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我們要進入工程圖的圖框的設定之前 我們需要的是先畫出我們工程圖的邊框 那這裡我們就依照各位的大小去設定它 那這裡我所設定的是A3的大小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從屬性進來這裡 這裡你可以去設定你的圖頁的大小 這裡420x297就是A3的指定大小 那我以這個大小來做示範 那這裡你也可以去設定是第一腳法還是第三腳法 那我們通常第三腳法是最常見的 所以我以這個來做示範 那一開始我們需要去畫出圖框 那畫的方式跟做草圖是一樣的 我就直接把它點選出 像這樣子的把它畫出來 那這裡我會以坐標系統來去限制它 假設我在這邊的邊框我要距離是10mm 我就直接把它輸入我的參數 輸入完之後呢 這裡我會直接把它固定住 那這裡就不會動了 那這裡呢 就是297減掉10 輸入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出是這個才對 297減掉10 輸入完之後我一樣按固定 那這裡是420減掉10 那這樣子設定完之後我都把它固定之後呢 它這個就不會動了 那這裡呢你可能會發現說 那這個地方呢它的粗細度應該要比較粗一點 那我們呢可以從這裡有一個圖層的屬性 所以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去新增一個圖層 那圖層這裡我選擇0.5mm 按下確定之後 全選 然後再選擇我剛剛這個圖層1 按打勾 它這樣就會變得比較粗一點 那這裡呢 我們就依序的去把我們需要的圖框給它畫出來 假設是這樣子 這裡我就是粗略的把它示範一下 那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呢 我事先已經把它做好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那這裡呢我會預設呢 也把一些我需要的把它輸入進來 那這裡我們要怎麼進來呢 就是剛剛我們從這邊呢按下右鍵 這裡有一個編輯圖頁 你按編輯圖頁之後呢 你就可以進來這個畫面去編輯裡面的東西 那再來這樣子呢 像這裡我們可以插入一個草圖 我們從最上方的插入這裡呢 有一個圖片 你可以把你的logo給它插入進來 那這邊的字呢 我們就是用文字去把它輸入進來 那這裡我會建議說 我們這個地方呢 先暫時給它輸入一些數值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運用零件呢 來連結它 我們第一步先做到這裡 看你需要哪一些數值 你把它輸入進來 然後圖框呢 以及這些格數到底要幾格 你先把它輸入完之後呢 那第一步先做到這裡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做一個連結的動作 那這裡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那在做完工程圖的圖框設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入零件 零件來設定的是屬性 那這裡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屬性 那這裡你如果還不知道怎麼進來的呢 就從檔案打開裡面這裡有一個屬性 或是你用快捷鍵把它進入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進來之後呢 這裡 先前你如果有看過 零件的範本制定篇呢 那裡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運用零件的範本 事先把它做好 所以我們進來之後呢 就是直接輸入我們的數值 那我這邊就輸入一下 這邊給各位來嘗試一下囉 那就是把 依序的把我們的 需要的一些數值呢 給它輸入進去 那假設加工我是3D列印 那這裡呢 我就是隨便給它幾個數值 好 就是試一下 好那假設我已經輸入完之後呢 我就直接按確定 好 這邊呢其實蠻輕鬆的 就是做到這裡就OK了 那這裡我們 再回到屬性來確認一下 好我們的數值 是不是都有上去呢 如果都有上去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RODE 沒有RODE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行下一步 工程圖的連結囉 好那完成零件的設定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入工程圖的連結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把我們需要的零件呢 先把它丟進來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視角方向呢 不用太在意 先隨便選一個視角 先把它放進來 好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打勾 好那這樣預設進來呢 我們已經連結了這個零件 那我們就在圖頁格式這裡呢 按下右鍵 選擇編輯圖頁格式 進來之後呢 就會剛剛進入我們剛剛在做 圖光設定的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 我們就要一一的去把它連結起來 好那這裡呢 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邊呢 是這個章節的重點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把它點兩下 好那這裡呢 它的數值把它選舉直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左邊這裡 好這裡有一個連結式屬性 我們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它這邊呢 我們就找到這個模型 圖頁中指定的工程圖 好這裡呢 底下有一個屬性名稱 我們把它打開來 我們就會看到 我們剛剛所設定的這些數值 那第一個呢 是設計者嘛 我們就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直接連結了 我們所設定的屬性 好直接按打勾 好這樣子 好它就會跑出來了 那這裡呢 我把它更改一下 圖頁的一個形式 我把它更改一下 好那假設這裡呢 我把它變成 綠色的 我用圖頁1 好按打勾 然後 像這樣子 把它顯示出來 那再來呢 我繼續的去把它連結起來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一樣 動作都一樣 我連結是屬性 好 找到這個模型的屬性裡面呢 好那這邊是日期 好 一樣按確定 好那這邊呢 我就一樣 持續去做它 好加工的方式 好那各位可以趁這個機會來看一下 我是怎麼把它連結起來 如果你剛剛是沒有聽仔細的話 好我們仔細看一下 我們是點選完之後 好選擇連結這屬性 找到了這個 圖頁中的工程圖 然後選擇了它的一個 好 代表的屬性名稱 好它就會連結了我們 在零件所設定的值 我們就是這樣 好一一的去把它連結起來 好那這邊我一樣持續去做它 好這邊給各位去嘗試跟參考 好的都連結完之後呢 我一起把它更改它的圖頁的樣式 然後呢 好那這裡連結完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在這裡按下 結束圖頁的編輯 然後呢 我們再回到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給它刪掉 好直接把這個零件給它刪除掉 好那這裡我們可能會發現說 好那這裡我們所連結的屬性 好就不見了 好那我們再回到 編輯圖頁格式 我們就會看到 這裡 雖然不見了 但是它還是一樣有連結的這個地方 好是有連結的 我們給它的一個 屬性的位置 好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會變成我們等一下 未來會用到的圖框 好那我們就是 好先做到這裡 那接下來我要示範一下 那怎麼把這個 我們剛所做好的這個圖框呢 變成範本呢 其實蠻簡單的 我們就直接從檔案 好 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之後呢 我們選擇工程圖的範本 好那範本裡面呢 好你就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直接按儲存 好那就是 它會預設到一個 它的那個路徑下面 你就一定要存在那個路徑裡面 我們才可以去抓取它 然後這裡呢 還要再存一次 好你按檔案這裡有儲存圖頁格式 這樣子呢 它才可以把圖頁格式也一起把它儲存起來 好 一樣是儲存成我們需要的檔案名稱 它一樣會連結到這個地方 好那直接按儲存 儲存完之後呢 基本上我們的圖框呢 已經完成了 好那我就把它關掉 那這邊呢 我來示範一下 那這裡呢 我把它開啟新檔呢 我們可以看到 好這裡已經有一個預設 我們剛剛所做的一個圖框了 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它就會跳入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再插入零件 假設這個零件呢 我已經都已經設定好的屬性 好那這裡我就直接讓它 插入進來 好看一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的我讓它重新整理一下 各位有看到 那這裡呢 它就已經直接連結了這個屬性的連結了 好那這裡是相當方便的 這樣子 我們的工程圖呢 的圖框 範本圖框 自訂圖框已經設定完成了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工程圖的自訂範本 好那這裡呢 除了剛剛我們所講的 屬性的連結 跟圖框的建立以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呢 你也可以去做它的 我們從工程圖這邊呢 按下右鍵的文件屬性裡面 好那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去設定一些 我們要標注所顯示的一些 自行啊或是箭頭等等的 一些方式 這邊在零件的 自訂篇裡面也是有說明到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你可以一起把它設定完之後呢 全部把它儲存成圖框的範本 那未來你在標注的時候 它就會依照 你給它的那些 設定呢 所標注出來 好那這邊呢 好 一樣 這個圖層呢 你也可以一起把它設定出來 好裡面你可以去新增它 好去改變顏色 好或是 它裡面有很多的樣式 好有中心線 虛線 或是 好剖面線 好等等的這些 以及出細度 你也可以去更改它 好 這樣把它標示出來呢 好 那標示完之後呢 好 你再把它另存成 工程圖的範本 以及記得 還要再儲存一個 圖頁格式 那這樣子呢 兩個儲存完之後 我們的範本呢 才是一個完整的 好 那這樣子就是 會滿輕鬆的 可以去把它導入的 好那這裡呢 其實工程圖的範本呢 還是有一些比較進階的 好像是如果 我們在試圖上面呢 可以預設去擺放出來 因為你每一次 在開啟的時候 可能就會插入三試圖 或是立體度 那我們也可以 運用工程圖的範本呢 是 預設的 預設好之後呢 其實把零件丟進來 它就會自動產生這些 噢 試圖出來的 好因為這邊呢 是入門篇 就不在探討範圍內 就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好以及說 這些尺寸呢 其實呢 工程圖在套路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運用軟體呢 自動幫我們標註出來 好那這邊呢 未來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來跟大家做介紹的 好那今天的 工程圖的 飯盆自訂篇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我們就期待 下一次的教學吧 拜拜